G來的 他說1211比亞迪 那他就235元就買入的 他說現在應該怎樣操作呢 他說阻力位是否應該在之前的配股價276元呢 276 是的 還有這個就是在 276其實是一月頭的頂 現在上網第一個這個阻力 其實如果你想得到去 大家有時候我見到很多很短線的操作 不過你就看著它是不是破得上線 如果是想撲入的 我覺得都可以撲這個位置 就是撲企德穩276 就作為一個突破的訊號 暫時來說都沒有什麼特別需要 就是有貨沒有貨都沒有什麼特別說 要去現在買或者現在又走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做 那如果這裏270個破不了 那就可以再等它再下去才買的 就是它破不了就等於維持了它的down trend 那這一期呢 其實車股大部分都開始有一個中資車股 那大部分都在一個估額裏面 應該大約是在12月 11、12月就見了頂之後就不斷下來的了 那一路一路有很多的不同方面的一些的憂慮 那你又數據又是不是擔心國策補貼 然後呢 也都另一個現在的現象就是 這個整個板塊這幾年都繼續在高增長期 那只不過是越來越多企業在加入這個市場的 無論是傳統的車廠也有啦 國內國外都有啦 然後就是科技公司 也有很多 Sony 譬如 也有很多或者國內都有一些的公司 科技公司 例如小米 那越來越多公司其實加入這個市場 那越來越多公司加入呢 對於現存在做的車企會是一個等於越來越加入了很多的競爭者 就是行業是向著好 但是加入了這麼多的競爭者 那其實看到市場上的資金是在那裏 有一個重新部署的傾向在那裏 那所以其實他們這些全部炒最高的 在12月的時候就沽下來了 另外就是看到比亞迪是比起其他的車企是硬正的 因為他怎樣都還有電視的優勢 這個應該是反而他如果要看好比亞迪的 反而除了他 他其實上年年尾那些產生數據都跑贏同業的 但是除了這件事 其實重要就是他那個電視的優勢 因為你說現在究竟這麼多的車企進來 大家接下來的競爭會怎樣演變呢 那這裏就其實是一個大家再持續去觀望的東西 但是他相對比起其他跑人就有這個優勢 不過你說如果現在他想進入的話 我覺得就還是可以先等一等了 那是啦 剛才各位觀眾他應該都是看著短線啦 那所以你看著他那個阻力276 破不破都上去先 嗯 是啦 ﷺ rock 李有人ute 兩人 呃 臭 軌 6 被 20 4 9 20 牛